英国王楚飞凯特在年初宣布 罹患癌症之后首度现身 参加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 官方授臣皇家阅兵仪式 凯特看起来气色相当不错 而查尔斯也让他站在自己身边 显示他立体的决心 不过典礼中最抢眼的 还是六岁的路易小王子 各种有趣的表情包 意外成了大家关注焦点 白金汉公羊台上 凯特王楚飞在宣布 离来六个月后首度公开亮相 英王查尔斯也让凯特 站在自己的身边表示力挺 王家特技飞行队 带领各式飞机飞过白金汉公上空 凯特全身保持优雅的笑容 她在典礼前几个小时 才宣布会参加活动 让观理民众又惊又喜 凯特先跟三名子女搭乘马车进场 她戴着宽边帽 身着蓝白相间的断带蝴蝶结 全白套装 不过身形略显销售 尖利时凯特跟子女 在白金汉公的窗边观看表演 不过只有六岁的路易小王子 似乎不怎么感兴趣 跟乔治及夏绿帝相比 路易显然比较容易分心 查尔斯的生日其实在11月 不过官方授臣都是在天气较好的6月 以便举行阅兵典礼 查尔斯因为罹患癌症 所以没有骑马而是搭乘马车 凯特虽然还要接受化疗 不过她的首度现身 却也让民众更加安心 你下B